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你看這 Power Bank 我要介紹一下它 因為我覺得它很特別 就是它 你可以不用帶 cable 出門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一共附有四個不同的 cable 不管你是用 Android 或是用 iPhone 都非常適合 可是這一個 Power Bank 我們並沒有打算要賣給大家的 而是送給大家 我們一共會有三十個 這一個 Power Bank 是打算要送給在我們面前 一直以來都 support 我們的 那首先要怎麼樣參與這個 Lucky Draw 很簡單 第一個步驟就是先 like 我們的 Facebook Page 啊 誰還沒有 like 現在就趕快去 like 那第二個步驟是什麼呢 就是要幫我們把這支影片 就是現在你所看到的這支影片給 share 出去 當然你在 share 的時候記得要把這個 setting set 成是 public 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把這個幸運耳儀給選出來 那來到我們第三個步驟 也是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你必須要在下面 command 我要美女巴足球的限量版 Power Bank 就是我要 我要美女巴足球限量版 Power Bank OK 很長大概十多個字 可是一個字都不能少 這樣子你就有機會引起我們的這個美女巴足球 Power Bank 那我們的截止日期呢 將會是在今年的 12 月 20 號下午三點鐘 所以只要你在下個禮拜一的三點之前看到這支影片 然後做了剛剛我所講的這些步驟的話呢 將會有機會引起我們的這個美女巴足球的 Power Bank 非常漂亮 OK 那我們的得獎名單呢 將會在 12 月 25 號 也就是聖誕節揭曉喔 那現在話不多說 大家是不是覺得 哎呀 我旁邊很像少了一位美女嘉賓呢 沒有錯 那今天呢 將會是一場我覺得 呃 應該會很潮 因為這位嘉賓是我的一個老遊鬼鬼 就是我們認識一段時間了 那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趕快把她邀請出來 Welcome Jennie 哈囉哈囉 大家好 請先坐下 你平時不是這樣子的 上鏡當然要死文一點啦 來 我們來一個 性感三連拍 啊 三連拍啊 對 來 第一 第二 第三 這太保守了吧 好好的 我想請問不要相信現在在鏡頭面前的她 欸 我很失文的可以嗎 是嗎 不要這樣子詆毀我好嗎 我今天給你失文 個五分鐘 OK嗎 對嗎 來 對 OK 來 憲哥再來 我好像被牆壁的 憲哥大家介紹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anice 每次她就是我剛剛所在提的這個老遊鬼鬼鬼 我們認識的大概有多長的時間 我覺得最少有四五年 四五年吧 欸 你確定嗎 四五年 我十八歲啊 哦 哦 是喔 對啊 嗯 我今年十六 Anyway 我相信大家也會很期待這一集 因為這一集呢 其實我們會講更多 在我們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從這個 Freelance Model開始出身的 會有更多更多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們一定要期待下去 那在開始之前我們也先同樣的跟大家介紹一下美女巴足球到底是一檔什麼樣的節目啦 那這個美女巴足球呢每一集都會有不同的美女嘉賓 包括我 包括你在內 包括你在內 你是我們第八集的嘉賓 然後每一集呢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個人氣挑戰的 嗯 OK 你有notice到這個東西嗎 還是你就隨便就上來一下跟我聊聊天 你沒有在意 沒有 純粹是因為我看到你是那個主持人 所以我就特地上來 你就答應了這個 對 為了要跟你聊天 噢 平時聊不夠 是 大家都很忙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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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見不到面 所以我們就直接在鏡頭上 Anyway 你這個人氣挑戰你還是要應戰的 也就是你必須要去shout out一下你的Instagram好不好 讓大家來follow你 這樣你才有機會來到我們1月28號的這個特別節目 OK So 如果你們想要在1月28號看到我 就是在那個 你們想要在1月28號的那個特別節目看到我的話呢 請follow我的Instagram jenice 就是 JNIC 3個1 Underscore13 對 就是我很容易找的 一點都不容易 哪有 3個1Underscore13 對啊 這是什麼事情 為什麼 因為jenice太多人有了嗎 這名字 是 其實是蠻不便 可是 只要是一看到13 就會想到是我 因為13是我的lucky number 我剛剛13沒有想到你怎麼辦 代表 好啦 現在大家已經知道了 沒關係 趕快去follow一下他 當然在這個節目裡面呢 我們也是會帶大家一起去回顧上個禮拜的足球比賽結果還有浪點 一起預覽下週末的賽程 再跟大家回顧目前的聯賽排名 最後再跟大家聊聊最新的趨勢好預測 當然除了有關於足球的所有一切呢 我們也是會聊聊jenice的一些 生活 了解他的一些秘密 我們還會一起玩遊戲喔 那結束之前呢 失敗者將會面臨一個很大的重發 保證跟你平時看的典型足球比賽評論節目完全不一樣喔 沒錯 那現在呢 那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上週的比賽結果還有亮點吧 布倫特福德後來居上在最後10分鐘打進了兩球 否認了沃特福德的勝利 布萊恩姆伯默在古時階段的點球將比分板為2比1 幾分鐘前 隊長龐特斯楊森在後駐投球板平比分 失利意味著沃特福德仍然直比降級區高出了3分 布倫特福德2分 沃特福德1分 多虧了拉西姆斯特林的點球 曼城在一場艱苦的1比0戰勝狼隊的比賽中取得了6場勝利 也多虧了約爾吉尼奧在斯坦福橋補10階段的點球 切爾西在主場對陣勵茲的比賽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拉菲娜在梅森盲特板平比分之前為客隊首開記錄 約爾吉尼奧點球板平比分 蓋爾哈特為利茲板平比分 但約爾吉尼奧笑到了最後在比賽第92分中 安東尼奧、魯迪格贏得了點球破門得分 切爾西3分、利茲2分 利物鋪對戰的阿斯頓維拉是一場沒有選沒有犯規的抖偶 除了穆罕默德、薩拉赫贏得並轉換的點球 這場點球讓紅軍在週六的安菲爾德以1比0戰勝了回歸的英雄 史蒂芬、傑拉德的維蘭斯 安森奈度過了一個艱難而緩慢的開局 然後安頓下來週六在球場以3比0戰勝勝土隊 而克里斯蒂亞諾、羅納爾多的點球位 曼聯贏得了對諾維奇的險勝 保持了拉爾夫、蘭尼克作為臨時主教練的不敗開局 羅納爾多在75分鐘將蒂姆、克魯爾送到了錯誤的方向 此前,葡萄亞人在六馬禁區邊緣被馬克斯、亞倫斯拉倒 諾維奇成0分、曼聯1分 柏恩利對壘西漢姆聯隊的比賽以0進球告終 兩家俱樂部都獲得了1分 是的,而尤里鐵勒曼斯攻入了兩球 萊斯特成從歐聯盃出局中反彈 在國王電力體育場擊敗的紐卡斯爾聯隊 贏得了英超連載的壓倒性勝利 由於小腿受傷 蒂勒曼斯自11月7日以來首次在英超首發 在賈馬爾·拉塞爾被判擊倒詹姆斯·馬迪森後 蒂勒曼斯在第38分鐘轉換了點球 萊斯特成4分、紐卡斯爾0分 康納·加拉格爾在中場休息前不久打進了首個禁球 詹姆斯·湯姆金斯在開場一個小時之後 將比分擴大了一倍 索羅門龍燈在第71分鐘,將比分板為2比1 就在埃福頓開始攀登的時候 但加拉格爾在遠處的一記聳人聽聞的射門 讓他的名字振奮起來 水晶宮3分、埃福頓1分 推特奈姆瑞斯與布萊頓的比賽 因俱樂部爆發的新冠肺炎事件而推遲 8名球員和5名工作人員的病毒檢測 重陽性 因此俱樂部將要推遲布萊頓的比賽 這一切都發生在英超聯賽的第16週 終於來到我們的聊天時間 是不是嚇到你? 沒有,沒有嚇到,沒有嚇到 我緊張,我怕等下我不小心爆出來我的秘密 我太期待你把你的秘密給爆出來 不可以喔 好,今天呢我們將會是一個老油鬼鬼之談 你知道什麼是老油鬼鬼嗎? 老相識的朋友 不是,是一個州的品牌 剛剛在私底下的時候我問你 我知道是州的品牌 然後你就跟我講不是,這是住相識的 我單純 我單純 我希望你今天可以不要那麼單純的跟我們分享更多 其實我已經不太清楚可能5到6年 那我們認識是從Freelance Model開始的 所以今天其實會跟大家share更多 關於Freelance Model裡面的內幕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在那個之前還是要讓你先 簡單的再跟大家打一聲招呼好不好 簡單的打一聲招呼 然後可以拋個面眼之類的 我老了 我重出 我重出 是重出 退出 退出江湖了 對,沒有啦 就是 我是Janice B 然後 我在 十八 十九歲的時候 開始做Freelance 然後有做一些好像 模特兒的工作啊 車模啊 或者是Asher Red啊 紅酒啊 什麼都做 我只要是有的賺錢就做 你確定你是十九歲的時候開始? 十九啊 那麼遲 嗯,是 十九歲 我沒有想到 因為也不算遲吧 其實因為那時候我們 你有讀大學嗎? 有有有 所以你是邊工邊讀 對 跟我一樣我也是邊工邊讀的狀態 然後自己賺自己的領用錢 對 計劃是真的很爽 可是我覺得很多人 對於Freelance Model 這個行業有很多的迷思 就是他們覺得 哇 你站那邊幾個小時 你就可以賺到很多錢 可是 今天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到底這個是 後面的心酸 對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 首先 第一個問題就是 Freelance Model 一定要很高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看 那個Grid 嗯 就是它有分 階層 是叫階層 嗯 我覺得算是很像 比方說一個蘋果 它有分Grid A Grid B Grid C 對 所以如果你的 你的那個高度是在 160到168 是這樣子的價錢 然後168以上 又是另外一個價錢 當然你越高 價錢越高 人家會問 所Freelance 需要些什麼樣的requirements 你需要有 配備什麼樣的需求 你才能夠 進到這個行業 你覺得是什麼 是最主要的?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你要好看 身材夠好 身材就可以看 然後 我沒有身材我也進到 怎麼辦? 不是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講 所以就是 你樣子要好看 然後身材也OK啦 就標準啊 你不要太胖啊 或者太瘦啊 然後那個身高 也是有在160以上 最少 那至於之後呢 我就覺得很看演員 演員? 啊 男女 不是 是眼睛的眼跟緣分的緣 你是說client還有 client有沒有選中你 對 對 因為我怎樣去接觸 這個freelance的工作呢 是因為那時候我很想要接觸 可是我沒有人賣嘛 所以我只可以靠我自己 你慢慢一個一個這樣子趴上 你是怎樣開始? 就是從promoter開始嗎? 對對對 你以前 我相信你以前應該是跟我一樣 完全不知道有freelance這個行業 我知道 因為我看到朋友有做 OK 然後我就很想要進去 可是那時候 他也沒有太幫我 這樣至少你還身邊還有朋友 是做這一行 對 所以我就有看到 然後他就把我加進去的那些 whatsapp群 都是promoter的那種group 可是我就說 沒有關係啦 就從最低層這樣子做吧 是是是 就站10個小時啊 12個小時啊 也是這樣子站 然後就到有一天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他們說想要usherate 就是我們所謂講的李小姐 對對 然後那時候工錢真的很低 那是你的第一份freelance工 對對對 然後我就不理 我直接去做而已 然後去做了之後就認識了那些人 然後認識了那個agent 然後那個agent也覺得 欸還不錯 然後我又很勤勞 有一點姿色 身材也不錯這樣 對 好來 就是看到我很勤勞 什麼工我都接接接 就是他都是會把好像 人家放他飛機的話 他就會問 欸你Janice 你可以現在來做工嗎 我就看到很last minute 很last minute 可是 我就講 可以 我就快快化妝 然後我就去 你不用化妝吧 有 你不用化妝也很累 大家素顏其實也跟他現在沒有什麼分別 素顏就不可以看了 我跟你講我的經驗是啦 我的第一份freelance是比較摸土 像brand ambassador 然後可是他是在aeon的 然後他是賣那個衛生棉 可是我沒有賣 就是有promoter去賣 可是我就是擺在那邊拿著那個牌 沒有坐著那你可能坐著 就是拿著那個牌 然後就跟大家拍照 有來買的人就跟他拍照 可是我也是覺得那時候對我來講很高 很像七八個小時 一百八 嗯 是比一般的promoter還要高 所以是比較高級的promoter 然後我就慢慢進入到在車模的部分了 我覺得可以 因為很多人經常會看到那種 哇在那種煤車啦 那些affron旁邊啦 還是什麼車旁邊 都會有一個身材很高挑的一個車模 但你這樣看起來就很貴 然後你這樣站起來老師可以賺很多錢 對 你贊成嗎這件事情 其實我是蠻贊成 可是很多人都會覺得好像 哦這樣子贊啊 就可以賺很多錢 很開心啊還是這樣講 因為他錢其實是還不錯 可是其實我覺得不只是分grade 然後有時候就算比較高grade的model也好 因為我們的工作並不是每一天都會有 然後可能一個禮拜只有一場 然後我們不可能只是靠那一場那幾百塊去生活 所以如果你們經常有看到一些站在車旁邊的 他們的薪水也不一定是很高的 也有比較低的 就是看著那個grade 然後二來呢 我就覺得 大家覺得這些錢很好賺 可是當我們自己做的時候 我們知道那個很辛苦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你覺得最辛苦的一個部分是什麼 如果要站那麼長時間 一呢是你永遠不會白 因為你一直曬太陽 你大部分做外面的嗎 啊我做外面啊 所以就一直被曬太陽哦 然後皮膚從來不會白 雖然現在也沒有白啊 還是算白 然後第二點呢 第二點很熱 因為我是很容易流汗的人 然後你一熱的時候妝就很容易花 頭髮就很容易扁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是我覺得最辛苦 因為我沒有很高 我其實是163 你有多少 你163 我其實是163 可是我的空看每次偏168 OK 來來來來 可是我比你好簡單 我165我也是偏168 然後一般上 你們在外面看到那些很高挑的這些模型 當然他們都會穿一個超大超高 5到6寸的高跟鞋 看場合吧 看場合 可是如果是一些比較可能product launching 可能車站還是什麼樣 就一定要穿高的高跟鞋 我很討厭跟170以上的女生 對對高跟鞋 這個部分 因為我的高跟鞋永遠都是7吋以上 6吋還是7吋 可是是你自己的嗎 就是這樣子 你自己帶的嗎 我自己帶的 對然後 我們以前我記得 我們都會有預備一個黑色的高跟鞋 跟白色的高跟鞋 還有boots 對 全部都是6吋以上 真的 我的高跟鞋都是6吋以上 然後 我的腳呢 腳板的皮 永遠都是磨花的 你反而 如果你找前面那種 放比較高的話 應該好一點吧 一樣 都一樣 另外一點我覺得 腳皮還是小 最重要是我們腰部 還有肩膀 站久了之後其實會很痠痛 在這裡就已經大概有幫大家解開 就站幾個小時就很多錢嗎 其實 我們瘦的一些 很酷 然後是我們身體的一些健康啊 其實有時候也補不回去 這個錢的部分 你們是很想要找多少錢的 要不要透露一下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測一下 最 最少都有四五百 然後最高是可以上到整錢 就是幾個小時工作 通常 car show的話呢 都是會一個小時起碼 一百到一百五 是吧 一百到一百五 因為很難去斷定 有一些是可能 很像你們經常在 sapang circuit 看到一些女生 他們會拿著那個 umbrella很漂亮走出去 迎接那個driver的 那個時間 可能你要stand by 可能五到六個小時 可是你工作時間可能只有 兩三個小時 十分鐘 十分鐘 這樣出去 但是如果你是 product launch 或是你在看到的root show 那個就比較長一點 最慘的 要沾差不多整十個小時 然後他們工錢也不要低 就大概 最高應該四百五 最高是四百五對吧 還是五百這樣子 有四百五百都會有 就是在被agent 拿掉convision之後的價錢 或是原本的價錢 所以如果你們要請 如果我們在線上有些老闆們的話 你們要請我們大概知道那個price ring 我不懂現在的價錢是什麼啦 現在的價錢很低 有點爛價 對對 你知道car show以前我們可以做五百以上 是是是 現在的car show好像五個小時才給你兩百 五個小時兩百五 我相信還是會很多人做 還是會有很多人做 我覺得大家要捧一下女生 就是真的也不容易 而且我們還要穿到很性感耶 又又錄播 我一般上沒有啦 又沒有播可以錄 我覺得這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你懂我們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代是 就算你沒有那個線 老闆你會叫你去 你跟我擠到有那個線 我要靠那條線為止 沒有那條線不能 所以那時候你穿了多少件內衣 我應該穿了大概五件吧 沒有好適 就是一層silicon bra 然後再內衣再push一下 再bra再push 然後會拿那種中間牛扣的 這樣子 那個真的是超級厲害 所以男生也千萬不要相信的眼睛 那頭可能是假的 假的 有沒有在XS裡面是最瘋狂的一個時期 最高點 就受到很多人的注目 因為那時候呢 我就有做了 剛剛起步做的那些車模 然後穿的比較性感啊那些 然後有可能也比較大 所以就比較讓人家看到 所以注意到 所以那時候呢 就有一個post Facebook的post 他就有share出來 就是他們都會share 像美女啊 辣妹啊 車模之類這樣子 然後他就把我灌成一個 南北半球 他也是南半球還是北半球 就是南北半球 南北半球 就是說 因為南半球一半上是可能一半嘛 北半球一半 所以你是兩個年在一起就是 毅力 有可能灌 所以就因為這個post 然後很多人share 然後很多人也看到我 注意到我 所以我才會爆紅 然後也因為這個post呢 我就更多的agent就看到我 真的 所以基本上那時候就真的還蠻不錯的 就蠻多agent就會問 你要不要幫我這邊做工 然後我想 欸你怎麼樣知道我的 他講看到你的post啊 你現在很出名啊 很多人要請你做工啊 欸這樣真的我沒有看過那個post欸 你還有嗎 你要share給我看一下 不要 應該到幾年前 應該是2016年還是2017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是我剛剛出來的時候 應該吧 那你一剛出來 就很快 就被注意到 所以你是南北半球 正妹 他們是這樣子寫嗎 類似吧 然後再加上一個腿很長咧 看一下 不可以 驗證一下 你要show起來 驗證一下 驗證不了 等一下最好他的遊戲輸一輸 我們的那個懲罰可以換 就是可能跳一個瘦腿的 喔我現在肥油一坨坨好嗎 你不要這樣講 你要留到最後 OK 我們都知道說Felan 其實他不是一個 非常長久的一個工作 他只是賺青春的錢 當然也是有人會做到30多歲 像你自己的話 但我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已經老了 應該要退出 就是 長江後浪推 你老了 長江後浪推前浪 就把那些機會 讓給那些年輕人吧 就 我會看著來 接工作 這樣子 喔你們選擇性 選擇性 所以我現在的工作就是 我有自己的一個小公司 做agency啊這些 不管是這些 freelance啊 或者是網紅啊 我都會 跟著顧客的需求 然後去supply給他們 而且我覺得現在真的是 有一點換的一種方式 因為之前我們是找modeling 可是我們現在是要找網紅 兼youtuber啊那些 對 就是在網絡上有一定知名度的 就變成說你現在是那一個經常會刷Facebook找 因為哪一個南北半就問他要不要來做工的那個人 是嗎 沒有啦 就這樣子囉 然後還有我第二份職業就是 之後想要進軍就是美容行業 對還在學習當中 做什麼 做什麼美容的 嗯是 無真微診 它是用乾細胞來 無真微診 因為微診的話呢是 要打麻醉藥啊 或者是打針啊之類的這些東西 那現在就是有這種乾細胞的這種科技 它就可以讓你 永久青春 我要做哪 第四個客人 為什麼是第四個客人問我 為什麼 因為我前面三個失敗老鼠 通常人家講做了三次之後 就可能會比較熟練 沒事 我的三個白老鼠我已經預定了 就是我的媽媽 我的阿姨 跟我的舅母 好可憐如果 你信給人家 不是 如果我可以把我的媽媽 還有我的阿姨 變得更年輕 不是更好嗎 可是我跟你們講 I mean 用錢買回來的東西 是比較穩定的 就是比較完整一點的 所以你覺得 我技術不到 沒有啦 我等你技術成熟的時候 我來找我 我知道你也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人 因為我們真的很熟 我對我自己的工作 是有一定的要求 是的是的 那等一下呢 我們來聊聊 他對於感情 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呢 OK 那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先看看我們本週末 英雕聯賽的所有賽場吧 好 十二月十八號 星期六晚上八點半 有曼切斯特聯隊 對壘布萊頓 來到了晚上的十一點 共有四組 也就是南安頓 對壘布倫特福德 沃特福德 對壘水晶宮 西哈姆聯隊 對壘諾里奇城 還有 阿斯頓維拉 對壘柏恩利 十二月十九號 星期日 凌晨一點半 有利茲聯隊 主場對壘阿森娜 來到了晚上的八點 有埃福頓對壘萊斯特城 晚上十點 狼隊對壘切爾西 而晚上的十點十五分 則有 紐卡斯爾對壘曼城 十二月二十號 星期一 凌晨十二點半 有托特納姆瑞斯對壘利物浦 It's game time 遊戲時間 叮叮 我一定要贏你 欸我看到前幾集 你的答案是什麼 Hello 欸我看到前幾集 你一直都在輸 誰講的 我只是上一集輸了而已 而且我跟妳講 有人真的是30pm 我講說 Vinus Nifty 下一集可以不要再輸了嗎 證明妳的智商有限 我真的輸得很慘耶 但anyway 在我們遊戲開始之前呢 還是要呼籲大家 因為我們其實 有一個好康頭要給人家 Lucky Draw 要送給你們的 是的 沒錯 限量版喔 限量版的Power Bank 那上面呢 就印有我們美女八足球的Logo 我差點講Lego 其中一個有我 其中一個有我 十集裡面其中一集有Janice 那這個Power Bank呢 它不是普通的Power Bank 為什麼 因為它是Vinus手上的Power Bank 當然沒有 有沒有遇過經常大的Power Bank 可是妳沒有帶到Cable 要到處跟人家接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有有有 在妳的生活當中經常會遇到這樣的 可是 有了這個Power Bank 有了Vinus手上的Power Bank 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 因為它一共有四條不同的Cable 你可以看到說 在旁邊 嗯 這個是Vinus手上的 真的蠻多 這是Android 對Android的 然後也是有Type-Z的 然後如果你是iPhone user的話 也是有 有沒有覺得很厲害的東西 想不想要 想要的話 你要不要送給我 想要 我可以送給妳 可是妳首先要Fulfill三個步驟 OK 那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先Light我們的Facebook page 美女八足球的Facebook page 如果還沒有Light的話 就要打屁股了 OK 那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 要去Share我們的這支影片 就是妳現在在看的這支影片 Share了過後呢 你在Share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放成Public 對 要不然的話我們會看得到 OK 那第三個步驟也是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在留言下面寫什麼 comment 我要美女八足球限量Power Bank 對 限量版Power Bank 不是我要Janice OK 你寫我要Janice 是贏不到 你要寫我要美女八足球限量版Power Bank 少一個字都不行 OK 那我們上面也會PIN上來 讓大家有一個參考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這個寫好 那我們將會在12月20號 也就是下星期一 下午三點之前 OK 只要妳在下午三點之前 去做這三個步驟的話 其實妳都有機會可以允許我們這個 限量版的美女八足球Power Bank 記得喔 LIKE SHARE 跟 COMMAND 是的沒錯 那我們也會在聖誕節 就是12月25號的時候 公布 也就是在我們第九集的時候 公布得獎名單 一共有30位喔 所以記得趕快幫我們 LIKE SHARE 還有 COMMAND OK 那現在呢 那是不是一直就進到我們的遊戲時間啦 對 有品味的女人 遊戲規則 挑戰中將會備有不同類型的食品和飲料 挑戰嘉賓和主持人需要蒙眼睛來吃或喝 挑戰中猜對最多食品的口味的挑戰者將會是贏家 剛剛有人講我一直數喔 那我今天呢 就要一雪前詞 所以我每一集都這樣講 這樣我就要看看 但這一集我可以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贏我吧 如果你贏到我的話就證明 我比你看還要更笨 我覺得 你講這句話 就更沒有智商 有一點 所以你是說我已經低智商 然後如果你輸的話 你就更沒有智商 對 大家你聽好啊 如果他真的輸的話 他就有這個代表了 Who knows it's okay 男匪伴求無智商美女 好來到我們的第一個遊戲時間 第一個遊戲就是有品味的女人 繼續來吧 進入我們的第一個遊戲 先把我們的眼罩戴上 我有點怕怕的感覺 為什麼 你是有怕黑嗎 我可以不要戴眼罩嗎 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啊 你有怕黑的嗎 你會怕黑嗎 我不會怕黑 你快點戴我 我感覺到你這樣 不要做毛喔 沒有啦 已經戴了 在我們電視前的觀眾朋友 我們可以幫我作證 在等待 我的第一道菜 我們呢 先猜那個什麼食物 然後要再講出它的口味 所以先猜那個食物 然後再猜口味 就是它是整句的 整句的 就是你要知道 這樣我可以先講那個口味先嗎 再猜食物 你要一次過一起講 ok好 對就是很像我們先試吃 現在你知道在我面前了 我們可以用手去感受一下 ok它是一個盤 ok我摸到了 我摸到了 這是一條一條的東西 很熟悉喔 欸你那是 Excuse me girl 我已經知道是什麼了 這個不是那個Ruse ok我們講Sorry 一直在一起吃 如果是把他摸什麼 就 吃好了 來 我看心機了 我看心機了 這心機咬 嗯 我也是找什麼的 可是 等一下 你要記得要猜這種口味才算是對的 嗯 我經常吃這個口味 真的嗎 嗯 好像跟我之前吃的有點不一樣 有點肉風刺放了三天 事不宜遲沒有得給你再想好了 ok 來三 一起講出答案 ok 3 2 3 3 What's that Excuse me 它的口味 嗯 嗯 選savu ok 好可以 來3 2 1看答案 savu d thai 欸這樣我算是對耶 因為我講sweet 生菜 我講三天 是嗎 yes 謝謝大家 ok 1-0 1-0 這個是twisties嗎 好像不是耶 它很明顯是twisties 不然 它像是chip small 不像吧 我好像沒有吃過這個口味 然後我就覺得很怪 ok 你等一下可以慢慢吃好嗎 反正這一輪你就輸了 anyway 你要你再慢慢步入那個什麼啊 沒有自傷的 女人 ok 我讓你我讓你 來我們去到我們的 第二個遊戲 我要給你那個什麼 剛剛你講那個什麼 一雪千尺 一雪千尺 可是如果我一雪千尺的話 你就變成那個沒有自傷的女人 唉隨便啦 我的心寬大 來 我知道你的心胸很寬大 來 這是什麼 欸這個不冷的耶 燒燒的 不燒喔 它是聞吧 它是喝的嘛 喝的啊 沒有有一個醜醜的味道 蛤 欸它有一根東西 有一根東西 你這個味道很熟悉耶 可以吃了嗎 所以要吃了嗎 不是我敏感的東西耶 所以要吃了嗎 嗯要吃喔 所以我就直接吃啊 啊 我知道了 這應該是工作人員吃生的午餐 你知道了嗎 我知道 可是我不懂怎樣講它的名字 用猜的 來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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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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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3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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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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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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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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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有點奇怪,是圓的 哦,是啊 可是我沒有吃過耶 是嗎? 嗯 我覺得你會有一個問題 你吃過耶 我還想笑死 為什麼,笑什麼 你沒有吃過,你確定 沒有吃過圓的,圓的紫菜 你自己講出來了 不要緊,反正我們要講口味 來 3 3 2 1 原味組 錯什麼 錯什麼 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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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味,我懂是紫菜來的 原味什麼 你講是錯 Original seaweed 答案是什麼 Kerry Yaki 你剛剛講什麼,錯 錯 你就錯 OK Anyway 想吃到它Terry Arky味 真的是 濃到我完全一點哦 我吃不出 是嗎? 吃不住 真的吃不出是Terry 這一家紫菜我不會再買 它的味道實在是 根本就是原味啊 這是像原味 沒有沒有沒有 不不不 OK 一樣 第三局 我們喝到我們的第四局 太難了 第四局是 沒有我們應該有五局 五局 還剩下兩個 還剩下兩個 我們看一下桌面上 還有 第四個 它是 冷冷的 一杯冷冷的水 哦,我懂了 我懂了 我知道了 哇,你喝的聲音是大聲過 我隔壁領居 很像在拍那個 切水廣告的感覺 嗯 OK,來,有答案了嗎 來哦 OK,很棒 我等一下把你做一個ASMR 來,三 二 一 Vanila Coca-Cola 什麼 Coca-Cola Vanila 不是Cook啊 Cook 我講Cook Cook跟Cola 是不一樣的 是嗎 是嗎 一樣的好不好 一樣的 它這樣喔 Coca-Cola Coca-Cola 沒有,你剛剛講 Coca-Cola 沒有 沒有 沒有,你看 Co-Cola 我剛剛 OK,這一局我們來喝 你平時有在喝嗎 我平時沒有在喝 可是一喝到那個味道 你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我們平手 這一個吧 這一個啦 所以還是我贏 不要太開心 你沒有關係我沒有開心 我竟然給你面子 OK 我很有面子 我竟然要做一個有面子的人 好 那我們來到我們的最後一道了 看看你的面子可以留到最後面外 哦,厲害 方方給我聽 Let's see 除了我輸啊 我就無話可說 OK 這一個呢 也是一杯水 也是一杯飲料 對,也是一杯飲料 哦 哦 怎麼這個跟上個禮拜那麼像呢 他們應該不會一樣了吧 我知道 因為我有很常在喝 你不能懂 怎麼 因為我不懂 因為我不懂 啊哈哈 因為我有常在喝的 你平常在喝什麼 知道了嗎 你平常在喝什麼 來來來來 講講講講講那個答案了 OK來可以 沒有啊 給你五秒鐘的時間 一 二 哈哈哈哈 黑狗 哇這個很難耶 嗯 我知道它是什麼 可是它是什麼 你平常在喝什麼的 關你屁事 快點 快點 OK來三 二 一 紅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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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紅棗 啊 啊 為什麼 我平常都有在喝的 自己打臉 請給我那個 filter一下那種 啪 那個 效果 一下 我跟你講我平時完全沒有喝過 沒有很 我很討厭你 我是猜的 每次喔 那種紅棗喔 都是喝不到那個紅棗味的 這樣我這樣猜到 怎麼欸 我這樣猜到那個紅棗味 怎樣猜到 對啊 喔就是你喝得出啊 喝得出啊 因為你沒有喝過真正的紅棗 嗯 我每天都在喝的 來 來是那個紅棗 不要玩了 這一局呢 到底是誰贏誰輸呢 很明顯 大家都有入宮了吧 那現在讓我們直接 proceed to next game 彈足球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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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規則 挑戰中將備有兩張足球員的照片 挑戰中的嘉賓和主持人 需要猜測哪一個才是真正職業足球員 在挑戰中猜中最多的挑戰者將會是贏家 談足球的女人 同樣也是有五題的 這一個環節 不知道我們的Janice 有沒有辦法半評比分呢 你有看足球玩平時 沒有 沒有啊那太好了 來我們 I don't know 事不宜遲趕快開始吧 首先第一題 誰是職業足球運動員 哇這個 太容易了吧 好 好了 3 2 1 請轉台 OK 晚安大家關燈 謝謝 這下答案是B 等一下他是說職業足球運動員 哦 可能一個是part time 一個是food time 是不是 啊不是 然後咧 Gordon from 哦 沒有等一下 剛剛都沒有寫他的名字啊 等一下 照片跟 如果照片是的話 如果那個答案不是的話 也不算對不對 所以我們錯 沒有因為我在想 等一下 欸他真的是長這樣子的嗎 我不懂海洋子長這樣子 你知道誰是Gordon Ramsey嗎 我那也知道我都沒有看足球 他不是足球員 那他是什麼 你知道有一間餐廳 新加坡也有一間 就打開了 是嗎我有講錯嗎 應該是 蛤 很多問號沒關係 現場一片激進 OK我們讓我們的小便來講 我Key上那一個地方 OK 因為我們兩個 在這一題實在是太沒有知識了 來 我還很信心 很信心的 哇 對啊 對啦 我沒有出去看看名字 因為那個 那個人有點遠 來到第二題是 誰是 職業足球員 欸也是一樣的問題 而是不一樣的人 哇 這個我要看一下名字 這個沒有名字 沒有名字 沒有名字 蛤 OK 誰 他講誰是職業足球員 OK好 我知道是誰 這個很容易 然後又很大聲 然後又猜錯 快點快點 3 2 1 看我們的答案一樣 一樣 等一下為什麼你會選這個答案先 因為 哪來看得懂 那個B 很不像 那個是Zaim Malek啊 怎麼我這樣喜歡他 我都不認得他 喔 喔 因為我們看到題目的時候 他是沒有名字的 對 所以因為他一有名字 我們就會猜錯 我就會講說這個男生很熟悉 可是沒有想到是我的Zaim 哇 你很誇張欸 你喜歡的 我像你竟然不懂他長什麼樣 因為 近年來我沒有在看他的長相 我聽他的音樂 他的歌 喔 你是聽歌為主啦 所以你不是那個外貌協會主義者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選A嗎 因為他有一點像足球員的那樣子喔 不是 因為B的身形有一點不像足球員 你在歧視嗎 I'm sorry 可能拍到這樣子才有力 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來我們下一題 又來 我跟你講 這一題我一定很聰明 那些最不像的就是 誰是職業足球運動員 好 我已經有答案了 輪到你 快點 3 你們答案就跟我一樣欸 我不想跟你一樣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兩個一樣就死定了 來3 2 正確答案是 A 恭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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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跟你講 身材不代表一切 對對對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tips來的 是的 來我們去到我們的第四題 請問這兩位誰又是職業 足球員呢 OK 我知道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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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 3 2 1 先不要收那個正確答案先 我們先看我們第一次的答案 來 你轉兩線 3 2 1 我們答案是正確的 OK我們這次不一樣 你等一下你先講 為什麼你不選B 為什麼你不選B 因為我看著他的衣服啊 可是我在想著他的這個鞋到底是不是替足球的鞋 可是在足球場一定是會選那個替足球的鞋啊 當然 我知道 可是 也對啊 隨便 很弱耶 很快就打倒他自己的本來很堅持的事情 你知道為什麼我選B嗎 因為我覺得 欸哪里有人真的替足球了 其實還很像是在 不 拋那個籤球 是嗎 哇我是沒有想像那樣豐富啦 我覺得有可能他在替我 可是我還沒有出那個正確答案我不能那麼自豪 OK來 來正確答案是 CONGRATUATION 其實我就跟你講他那個替足球的那個POSE 就有一點不一樣 這樣他是誰來的 呃 他可能是 一個 很有名的人 來 Next 第五題是 OK 哈 這個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 齁 越來越厲害了我現在 我在除了會看那個人名 也會看那個人的樣子的眼睛 因為我每一集都不一樣嘛 然後這一集是猜哪一個是那個職群 職業運動員 嗯 你猜到了嗎 嗯 來三二一 我們答案是一樣的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故意什麼 就是選那個職群的 不是 那 欸 沒有在抱著足球啊 而且這個是在頒獎 哦 是嗎 真的嗎 是啊 不是 懷疑自己100分的人 不是在頒獎耶 是在那邊拍照 對 這樣不是足球運動員也可以在那邊拍照啊 重點是還拿著足球 好像是我拿著足球 我也跟自己跟大家說 我就是足球員 好的呢 正確答案是A 恭喜你又答對一題了 好不容易 謝謝 算福塞 沒事 所以是 也是害贏 好的呢 沒有關係 我們接下來還有兩個遊戲 記得一定要留手到最後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連載的目前排名 特特納姆瑞斯有8名球員COVID檢測呈陽性 而曼聯也通知英超連載 有少數的球員和工作人員的冠狀病毒 檢測也是呈陽性的 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安人無恙啦 繼續完成本賽季的比賽 那現在我們排在7分榜首位的呢 是 曼城38分 利物浦37分 和排名第三的切爾西36分 而在倒數三名當中 柏恩利得了11分 紐卡斯勒和若你其成呢 都各得了10分的 那現在又來到了我們 small talk session 剛剛我們聊到很興奮 就關於 freelance model的一些經歷 我相信大家其實可能聽得也聽出耳油吧 應該會很快樂 因為其實 我們一般上在youtube還是什麼 我們很少會聽到一些比較 freelance的東西 對 或是更加deep內容的東西 因為我們都是過來人 所以 希望能夠讓大家有更深一層的 了解關於這個行業 對 那你平時會做一些什麼東西 就是你的平時愛好是什麼 跳舞 跳舞 你跳什麼舞 巴雷舞或者隨便亂跳的 你跳巴雷舞 你有學過巴雷舞嗎 是 而且我還是巴雷老師組織 巴雷助教 不是老師 你是巴雷助教 嗯 OK 你之前是直接是拿 台灣全集的 嗯 其實我還剩下兩集 就可以當巴雷舞老師了 然後呢 太難了 然後那時候我已經要考SBM 所以就沒有 我發現很多人會因為學業 然後慢慢放棄掉 然後自己之前來學的 對 有點後悔 真的啊 現在想要學回嗎 學不到了 老骨頭了 那除了巴雷舞以外呢 唱鋼琴 然後 很久 欸 大家可以 欸 我剛剛聽到了什麼 可是我覺得可以在這裡給大家福利一下 就是如果你們去Follow Janice的Instagram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她非常多在彈音樂的影片 對 對 可是唱歌沒有很好聽 就是使命要彈 你是邊彈邊唱是不是 嗯 邊彈邊唱 你還是你有寫Classic歌的音樂 也是有 都有 可是在你比較多是能夠 邊彈邊唱的那種音樂 的影片 然後有得到寫什麼樣的回應嗎 還好 還好就沒有人要牽你做那個 沒有沒有沒有 牽你做一次的唱片 因為我都說了我唱歌沒有這麼好聽嘛 那為什麼你還剖 朋友叫 他們想聽他們覺得好聽 讓我家人覺得難聽 我覺得很好聽 你可以為我唱一首歌 你要什麼 就在IG等一下我們私底下聊 想要聽個人唱什麼歌的話 在下面留言一下 就你可以選那種 特別適合他 像是那種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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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前面沒有唱 唱歌 或者是 那種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三個半夜 繼續 不會唱啊 所以你是一個警察忘子人 對 你剛剛 你也很 你的其中一個愛好是喝酒 是 你喝酒的程度到哪裡 嗯 嗯 以前 以前是可以甜甜喝 甜甜喝 對 所以你是把酒當水災喝 是的 你喝的是什麼酒先 是那種雷霜啦還是 什麼酒都喝 只要是酒都喝 真的假的 色酒那些 也喝 那種中國那個 那個什麼啊 茅台那些我就沒有 沒有喝過啦 就我最喜歡喝是 嗯 中國的江小白 哦 就是那個小小子 然後有很多很可愛的文字 在上面 嗯 它不會很嗆 你 mix哦 你是從小就養齊了 這個 就我媽媽在12還是13歲的時候 就訓練我喝酒了 真的假的 為什麼 女孩子一定要學會喝酒 哦 是這個我贊成 我早一天 讓Janice帶我 教我怎麼樣去喝酒 那你有平時 我怕我要扛你回家 我很輕爆 沒有問題 我可以為你準備一個Trolley 嗯 所以你會經常混酒吧 嗯 對 你有沒有在酒吧認識男生 你會不會在酒吧認識男生 是 是有 人家很嗨酒說是 是有 這是有還是沒有啊 有 有 有 那男朋友呢 你會在酒吧認識嗎 看情況 怎麼樣 就是如果很醉的話就可以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 就是 剛好有可能喝了酒 然後之後 剛好一瞬間 嘶 這樣子電到啊 然後有可能聊啊 也OK啊 就可以喔 所以你不排除在酒吧認識男生 就是或者是交一個男朋友 不會不會排除 但是如果那個男生是渣男或者爛男人的話 就八百一 通常都是看不出的啦我覺得 如果是渣男給你看 所以 所以通常呢就是 如果真的是要當成是我的男朋友的話 都是要朋友介紹 嗯 就像你們在酒吧遇見 可是是透過朋友介紹的 是朋友的 而不是外人 嗯哼 嗯 你在於你喜歡 你有沒有一個喜歡的類型 一個標準 欸 蛤 笑是代表著 因為我覺得我很樣貌協會 OK It's OK 我看到你跟誰交朋友 我就知道你是樣貌協會了 嗯 我的前任都很好看喔 哎呦 沒有啦開玩笑 除了好看這一點 沒有啦就是 我喜歡的類型就是 一定要比我高 不要成熟的 嗯 之前我沒有去想到成熟這一點 可是現在的話 我需要是比我更成熟的 就是可以去guide我 因為我很笨 比你更成熟很容易耶 就剛剛 你講說比你聰明就可以了對不對 就剛剛只要猜對那幾題就 我也是這樣子覺得 沒有啦開玩笑 不是 嗯 然後 樣子還不錯好看 就是五官還不錯 就是有眼睛鼻子嘴巴 Sorry 因為 他的定義有點廣 不是 不是 就是要有那種 我不能敢講 要有鼻子 要有鼻子 沒有就是 他五官是好看的 有眼睛 只要你沒有什麼歪之類的 其實他都ok 他都可以接受 不是 就是 為了傳好 什麼 有下一代更漂亮的狀態 啊 基因 所以你會這樣子去想 對對對 蛤 我會的 這樣你倒不如去找一個 按摩的精神 這樣我又不要喔 OK 你希望是真的是你的另外一半 等一下你談戀愛了嗎 這個很重要 這個 不知道喔 像這樣 欸 ok 有一點神秘 你以為這樣我就問另外一個問題好了 因為你剛剛講到你會 為了下一代還是怎麼樣的話 這樣我滿好奇就是 錢跟幸福的話 如果給你選 幸福 我還沒有問我那個問題 還去回答我 所以你會選幸福 對 你不要錢拿來 不是 錢我可以自己賺啦 ok 就 I mean like ok來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沒有什麼目標的人 他就是可能跟家裡打工 還是怎麼樣 沒有什麼目標的人 嗯 然後他賺的錢是 真的很少 也不一定能夠 他沒有房 也沒有車 嗯 我沒有講說 沒有房沒有車那些啦 就 我覺得至少你要對 你自己的未來 跟前景有規劃 然後要有那個目標 這樣子喔 那不然的話 你一直都是那種 不是講懶散 就是完全沒有 毫無目的的 就是死工作的話 這樣你一輩子 就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先 這樣你有目標 雖然你現在 沒有說很有錢 或者有可能 到之後 你也沒有的辦法 好像大富大貴 嗯 可是對我來講就是 穩穩咯 就是你賺多少 就過著怎樣的生活咯 可是你不會希望是 對方是這樣子的人啊 你希望他是一個有目標的人 啊 有目標的人 就是可以跟我一起衝 一起前進的人 嗯 因為我是蠻注重事業的人 嗯 我是那種 就算是結了婚 還是要有自己的事業 嗯 就是經濟獨立的女人 對對對 但在感情裡面 你覺得你比較多 是扮演著 怎麼樣的一個角色 嗯 就是你是那個主動型的嗎 你是那個帶領型的嗎 嗯 我不是 還是你是小女人 對我是小女人 嗯 OK 有點太突然了 我覺得你覺得 欸 為什麼我的肩膀有點重 就是我在外面的話 我會比較 強 不是強勢一點 就是比較 像 有自己的主要事業型 女人這樣講 事業性這樣 可是在感情裡的話 我就會比較 小鳥依人 她是一個小女人 很叠的 北半球小女人 她臉力快變 我另外一半幸福就好 哈哈哈哈 這個 看到到最後誰是你的另外一半 我期待你的喜久 OK 那你能夠 能夠接受散婚嗎 就是在 可能交往了 一個月就結婚 一個月太快了 我可以接受的 限制是 最短也要半年 半年到一年 因為我覺得 必須要交往一起來之後 那個磨合 磨合了之後 你要去想到 就是當一吵架的時候 兩個人要怎麼去解決 解決 然後你們兩個人的想法 是不是在一個 同一個平衡線 平率 所以你是怎樣解決 就是你講到更大聲點 你就贏了 還是你就 對 以前的話呢 我會是 吵架 然後我就哭 然後就冷戰 然後不接電話 就 直接 好像不見人 以前是這樣子啦 可是現在我會覺得 溝通 溝通比較重要 就是 吵歸吵 但怎樣都是要溝通 解決那個問題 要去了解 對方的需求 為什麼會這樣 對 所以我就覺得 互相坦白 最好 因為對我來講說 好像來我的 之前的前任呢 他們一有問題 他們從來都不會跟你講的 嗯 就算是我 發現了那個問題 然後我去問他們 他們都會好像 想要隱瞞啊 就沒有想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子我 我跟他們在一起 越長時間 這樣意思是說 我要把這個問題當作 沒有呢 看不見是嗎 就那個雪球會越滾越大 知道有哪一天你就爆發的時候 他其實就沒有辦法 對對對 那如果我說 我要跟你是長久 真的是結婚 嗯 這些計畫的話 這樣你講的都是要坦白啊 嗯 我不是你肚子裡面的 從雖然 在一起 久了之後 你會習慣 他們的生活習慣 還是什麼 可是想法我沒有辦法 對不對 還有你有可能 你出去外面工作啊 見到什麼人啊 你沒有帶上我 我哪一知道 是不是 然後我也不想要去哪裡 的電話啊 一直查一直查 我現在變成他的男朋友 他在跟我講說 很像是在把我當他男朋友 來 在跟我講 所以如果你沒有跟我講 我是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 很真誠的看出我 所以你覺得你在未來 你會有些什麼樣的規劃 其實我覺得 我是也很簡單的 就是 對感情 對事業 都很追求完美 就是我要兩個都一定要兼顧得好 可是 我有一個不好的一點就是來 雖然是我兼顧家庭 可是那個家庭裡面是不包括孩子 怎麼說 因為對我來講呢 你比較狠狠二人世界吧 對 就生孩子有可能是一個責任吧 就是 一個過程 一個過程 你需要生 就是好像怎樣都是要跟你的 丈夫 有孩子 這樣子 對 對 下一代這樣子 可是到了 外表 他長大了之後呢 我就會去 教育他不要那種 獨立的思想 就是那種 按摩的那種教育 所以我要煩我 OK 我要跟你的爸爸要有過二人世界 對 我們現在發現說 Janice不只是一個 外表看起來很性感的人 其實還 裡面是小女人 然後她還是一個傳統的女人 在某種程度啦 可是對於孩子是很開放的 對對對 對於孩子是很開放 因為 對我來講 你大有中 你真的是不要煩我 而且過一輩子的人 跟我過一輩子的人 是我的老公 不是你 而且我應該說 跟你的孩子過下一輩子的人 是他的另一半 對 很多時候我們都必須要 學會獨立啦 不管是小時候還是長大之後 好啦 那現在讓我們繼續回到 我們的遊戲時間 到底我們的Janice有多獨立呢 就要看她 到底能不能夠贏了 這兩場 接下來這兩場的比賽 Who knows OK 好吧 我們遊戲見 懂得價值觀念的女人 遊戲規則 挑戰將會備有兩個類別不同物品的照片 挑戰中的嘉賓和主持人 需要猜測哪一個物品的價格是最貴的 如果哪一方答對最多 她將會是贏家 懂得價值觀的女人 來到我們的第三個遊戲環節啦 那這一個環節呢 彩寶寶是女人的最愛 是你的最愛嗎 是 也是你的最愛 但是我話不要講得太快 我怕了 她是在學聰明了 OK 那我們話不多說 現在趕快進入我們第一題 那第一題兩個都是同樣 也是深藍色的寶寶 可是有一個有一點點的Hint 我覺得這個我們也是會是狹才的那一種 對不對 對 如果你們知道答案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來我們請翻牌 你猜什麼 A OK我也是 正確答案是什麼呢 耶 我覺得多虧她的旁邊有那個格子了 所以就大概猜到她是L字牌的品牌 對 好來到我們的第二題 粉紅色的寶寶 哇 這個 有一點難度齁 兩個都是 就是可能是背肩膀的 對不對 嗯 嗯 我猜不得 謝謝 其實我真的是狹才 因為我 就是很懂耶 來 3 2 1 你猜什麼 A B 這個是V 其實我有 我也是有想 這是不是V 它比較亮皮 這樣子在上面 對對對 沒有關係 只要你跟我一樣答案 我就覺得OK喔 OK 第三題 黑色薄薄其實是最經常普遍有的 可是也是最難猜的 可是也是最難猜的 OK 來 請 這麼快的啊你 對啦 這個東西用猜的嗎 我們也有用答案耶 正確答案是 A 我想允許猜A 如果沒有錯我 我覺得這個是LV 好像是 是嗎 是嗎 應該不是吧 因為它那邊還有鎖頭 對 已經有鎖頭嗎 是啊 OK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來到我們的第四題 我們真的是很隨便在猜 根本就沒有在用心 一點都沒有在尊重我們的製作組 他們選包選得很辛苦 你知道嗎 OK 你這樣下去有答案了 OK 這個有一個是做得很明顯吧 我不知道啦 我覺得你會跟我寫一樣的 來三二一翻牌 B 正確答案是 因為這是Dior的 YES 它的那個整個設計是很明顯 對很明顯的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為止是 錯了一題 我們是打平 我沒有答對這種問題咩 喔就只有錯一題而已 你 我們錯一題 你錯兩題 我哪有錯兩題 有啊有一題我不是猜中咩 你猜不中 反正到最後是給她 我猜中 來finalize 來到我們的最後一題 到底誰是那個真正懂得價值觀的女人呢 哇這個 嗯 這個我知道 我不敢講太大聲 你知道 是啊 你有答案了嗎 用你的直覺 這個其實跟之前有點不一樣 就她特地放了兩個不一樣的顏色來混淆我們 嗯 來3 2 1 你的答案是B 欸你的答案是A我的答案是B 正確答案是 為什麼是A 為什麼你會猜是A 不要classic 我反正覺得因為它很多花紋所以可能還貴一點 很難過欸 反正我就只錯一題 好好 我還是遙遙領先的 沒有欸 有啊 你錯兩題 剛剛有一題的時候我們兩個人都猜錯 是啊 然後好像還有一題是我猜對你猜錯 反正我們還有最後一個 所以我覺得這題是我贏的 我們還有最後一個遊戲環節 到底露死誰手呢 有知識的女人一看就知道是我啦 同樣我們也是一樣又會有五題的 那這五題呢都會有一些奇葩的物品 讓大家來跟我們一起猜猜看 這些物品到底是什麼呢 那首先第一題呢就是 這把橡膠掃手 掃手的設計 目的是 你覺得這個的目的是什麼 我哪裡知道喔 你有平時有在做家務嗎 看你樣子我是沒有做的 有 欸 其實沒有做的是我 惡人先告狀 你看 我很長眼的答案 我隨便寫 來3 2 1 你寫的是什麼 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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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覺得因為他的照片太close up 所以他close up到我們很難猜 我以為他是一個很大把的東西 他就只是一個迷你掃 實在是太騙人了 然後我們去到我們的第二題 這個毛紅的粉紅色球有什麼值得? 他溫柔的刷牙 他溫柔的刷牙 什麼是有什麼值得? 有可能就 他就講說這個毛紅的東西 有什麼讓他值得去刷牙 就刷乾淨他 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喂!你這樣快的? 我覺得是啦!我不懂 快點! 5 4 3 2 1 我不知道啦 我隨便寫 真的我也是不知道 我就寫完了啦 看一下啦 來3 2 1 轉排 輕禮無垢 你可以偏什麼都輕禮無垢嗎? 剛才又輕禮 現在又輕禮 你到底有多骯髒? 真的是 掃地機器人 蛤很可愛耶 你有看我的答案是什麼嗎? 超貴的 designer一書品 你看我們這種有art的人 就會覺得他是一個art 我總是有做家務的人 所以就會寫這種東西 你就只會起筆無垢 對 對 可是如果還是掃地機器人 我覺得還不錯耶 很可愛是不是? 但我不會買那種 為什麼我們覺得他 可能他要 因為他很小一個 所以可能他要用 可能用一個月才能 抹完整間家 太浪費時間了 太浪費時間了 然後我們的第三題 這是什麼? 這像是一個 green color的ribbon 然後中間有一些 洞 好像是可以呼吸的 然後 我已經沒有辦法再講下去了 你讓你形容一下 我不知道耶 我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真的很難怪 可是其實 我看到我覺得很可憐 因為我有那個密集恐懼症 我講什麼都是亂講的 可是 我真的想不到 我這個答案是很可愛 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 你不用用太多的logic 去想這個答案 謝謝 來 5 4 3 3 放心我們還有兩題 2 我 1 你看 你看 你笑什麼啊 隨便 我都講 我都講他很骯髒的啦 哈哈哈哈 刷牆壁 不是 洗刷 好啦我也是擦他不少 就是有沒有 清理物品 對就是可能 他是 品質臭鞋 哦 可能他是乾燥劑 就他是洗那個 那些在鞋子裡面的那種臭味 OK 有可能是這樣 事實證明我們是沒有知識的 最後 不要拉我下水 最後兩題有可能也是那種 這又是什麼來的 這一集真的是 裝置要清潔的 就是 之前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你到底有沒有認真呢 有 我這一集很認真 所以你跟我沒什麼都錯 來我們的第四題是 這個裝置要解決什麼 清潔挑戰 這個裝飾啊 這裝飾上面有什麼 我也不知道 它是像是一個chop 然後下面有好像牙這樣子 對 很奇怪 這個牙有點挑戰性 可是我覺得這個又不可能 什麼不可能 什麼不可能 跟我講一下啦 我也不知道 給我一個pns一下啦 不要 來來來你隨便寫 你會看到又是同樣的答案 真的 我已經老想不到別的東西 你可以有一點 哇這麼這樣長的 你一定又是隨便寫什麼 來 3 2 3 2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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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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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6 5 6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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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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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那个玩Magic这样子啊 那个人 就在那个龙那边 其实我也没有很没sense 我觉得它是很像放一洗衣机啊 然后就是 然后就分开那些衣服 可能洗衣机是 那个星星的我 是啊 可能它换了一个新装 ok 那我们看一下答案 请揭晓 头发 头发 堵塞 沐浴拍水管之前抓住头发 哦 它就是直接trap进去里面 这个蛮好用 可是我觉得很得力啊 会有点得力 因为你这样子拿出来是不是 对对对 可是还 还不错 ok这个我能接受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送给我们很大的那张图片 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东西 所以我已经找好了5分了 谁会想到这些问题 这些答案 讨厌 如果你太重的话呢 那就代表你今天是一个 你很聪明啊 你的智慧是 对 超过那个爱因斯坦的 对不起我 我智商为零 承认了吧 等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是 谁赢谁输 那再一会儿回来呢 我们再跟大家揭晓 今天到底谁会是那个大赢家 ok 好 今天的大赢家是谁呢 Venus9分 对比 Janice7分 所以 我是今天的皇冠在哪里 皇冠在哪里 皇冠在哪里 谢谢 谢谢 我是一个大赢家福 我是一个大赢家福 对了上那个朋友 shut out 我终于 我终于一学前耻了 其实是我让你而已 哦 谢谢你让我 我还没有认真的玩 ok 我只是想要送那个福利 福利给我的粉丝们 你有知道今天的惩罚是什么 我不知道随便啦 总之就 我受惩罚就是粉丝有福利了 对吧 是的 可是我受惩罚是 粉丝的 就是他们的灾难 因为我会 吃辣面吃到一半就 吃辣家 吃辣家 那样子 所以 大家求求每一次在开始之前 拜托你们Pray for me ok 要让我赢 那今天的惩罚呢 绝对是让大家大饱眼福的 那你有玩过胡拉拳吗 其实我有玩过 可是我不会玩胡拉拳 小时候的时候 我不会 那你会摇吗 我不会摇 就是我一摇了它就会掉 ok 我还蛮期待一摇就掉呢 这个画面 我们可以NG一百次 我们有的是十次 No That's ok 我怕我摇了之后呢 我的摇就直接小两寸 哇 你还不开心一点 还不快去摇多直圈呢 不要 来 我们今天的惩罚呢 就是 要让Janice去摇十下的胡拉拳 就是说 我尽量 我看你的表现怎么样了 哈 ok来我们请就位 我觉得我有点像吴忠仙 哈哈哈 ok 我们的胡拉拳呢 就已经在我们左手边 摆到每一每给你了 好的呢 是 你只需要 你会玩出胡拉拳吗 我是用手段啊 我是用腰啊 你找到吗 腰在这边 ok 预备呗 音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如果我跳下来的话 重新翻翻 喂 不可以 刚刚不是这样子讲 可是我突然间觉得你很厉害 突然间 他突然间 对对 所以如果 这样简单一定可以了 三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超过了 再来再来 喂 你看到很爽哦 你可以的你可以 you can do this ok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够了 够了 够了我觉得我摇了很多圈 耶 我们谢谢Janice 好了我觉得她很辛苦了 那累积 讲到起来 应该五次吧 没有啊 最少我觉得有十次好吧 十次是很啦 有 有有有 最当然了 你有流汗了吗 开始 没有没有没有 还没有流汗啊 因为自己很冷 等下我就叫你聊啦 我们的目的是要不要流汗 Anyway 在这里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啦 是看我们美女八 足球第八集有 非常漂亮的Janice 然后非常 刚开始很斯文 过后就整个 开挂了 开挂了 所以玩开了就是这样 希望你们也能够Android 我们的这一集 那在结束之前呢 当然也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广告时间 对 我们的美女八足球 PowerBang 不买只送 那怎么要送给你呢 很简单 首先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Live Facebook Page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 share 我们这支影片 是的 要像我们美女八足球 第八集 也就是这一集的video 你现在在看的这一集video 那share出去的时候呢 记得要把 设定调成是Public 对 要不然的话我们工作人员会找不到你 对 那第三个步骤也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步骤 就是要comment什么 我要美女八足球限量版POWERBANG 对 不是我要权利是 我要美女八足球限量版POWERBANG OK 只要在下面comment 然后在12月20号下午3点之前 写下这个comment还有做以上三个的步骤 就有机会 允许我们这个限量版美女八足球的POWERBANG 那这个POWERBANG呢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POWERBANG 因为它在Vinus的手上 Vinus摸过 等一下我去摸剩下那29个OK 我也摸过 顺便再加上我的签名好不好 我可以卖过一点我不想送啊 不行 然后你不需要带你的Cable出街 为什么因为它有各种不一样 就是有那种Type-C啊 有iPhone cable 或者是如果你是用Android 全部都有 就是你不需要带很多的那个线 然后绕着你自己很烦 我们经常会忘记 那那个得奖名单呢 我们将会在圣诞节 也就是12月25号的时候揭晓 所以记得记得一定要参与我们的这一个 Merry八足球POWERBANG的限量版的这个LUCKY DRAW OK 当然也是一定要记得 一直每个礼拜都要订阅我们 美女八足球 我们将会在Facebook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Youtube 都会每个礼拜都会更新去播出 如果你不小心那下有之前的集数呢 也可以去看的 如果你们不是想要看Janice的话 那就要期待我们的下一集了 因为我们最后还剩下两集耶 OK 本来很开心 你是那最后三集的其中一位啦 可惜我没有办法坐到压轴 为什么 证明节目组还不够厚爱我 没有啦开玩笑 對 還不夠紅 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去follow Janine的Instagram 這樣子她就有機會 可以參與我們的特別節目了 OK 你們一定要留守到最後喔 因為我聽說後面的嘉賓 很厲害耶 對對對 所以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吧 拜拜 Bye